我剛剛特地講這張報紙 大家這樣子乍看 整個構圖跟那個說法會認為 這人是玩弄的 因為金剛人被冤枉 對 一直都被冤枉 這兩個沒事 你再不喜歡柯建民 再不喜歡王君平 他們即便有關說 你也要調查到底 到底有沒有關說 他沒講關說沒事了 既然關說沒事 那就沒事了 為什麼要把他醜化 所以我覺得這個構圖 是黃世民被起訴 我可不可以 再引述一下就是說 我一直覺得媒體可以有立場 但是不能變成工具 這個照片跟旁邊這些字 應該是在社論 或是投書裡面講說 或者特稿 對 為什麼黃世民被起訴了 那王科都沒事 那可以做評論 但是你用個報紙這樣 這幹什麼 這個不代表立場 而是變成說 本報 蘋果日報變成工具 就是這樣子 但是黃世民今天會被起訴 不正是因為他自己成為工具嗎 你知道嗎 有人要求 所以其實我倒覺得 我為什麼會 在某種程度上 雖然對台北地點署 起訴黃世民這個整個案子 沒有進一步的把馬英九跟羅志強 還有江儀化的角色定位清楚 我雖然遺憾 但是張戒青的起訴書裡頭 其實講的很多事情是深得我心 他譬如講說 作為檢察總長 你是一個公務員 你應該是對國家效忠 不是對個人效忠 所以根據本案的情境 你即便黃世民 你說是根據憲法第14條 或是公務人員服務法第一條 你也無法衍生出 應該向總統個人報告的 這樣子的一個 才符合公務員忠誠義務的道理 更謊論有何公益目的蕴含其中 所以黃世民一直在強調 我是基於公益 我去跟馬英九報告 是被推翻的 事實上本來這就不是什麼公益 今天你即便公益 你也不需要去越級 如果他那個理論邏輯成立 所有檢察官都可以 跟總統報告嘛 基於公益嘛 所以公益是自己認定嘛 如果是因為這樣子 他就會導致於所謂的 民主制度的傷害 跟所謂的專制復辟嘛 所以這裡頭 他檢察官就點出 我們人民的擔心嘛 今天我們就看到馬英九 有那種專制復辟的這種 為什麼要承認制度 為什麼要設這些制度 就是因為人 沒有辦法自我節制嘛 尤其有權利的人嘛 這件事情是很困難的 所以才要這樣子的三管五卡 把你這樣子的限制住嘛 那你就按照這個範圍 你就沒有辦法擴張你的這個權利嘛 所以現在問題就在於說 那所以怎麼辦 現在台灣社會 到底什麼東西是標準 為什麼總統可以對於黃世民 跟對於曾永福的標準是不一樣 為什麼對於他的愛將的 我們沒有標準 我們都叫做知所進退 沒有 要切解 要切解 對不對 對啊 我們從上面到下面都一樣 從政治 從商業 都是這樣 那所以怎麼辦 我們現在該怎麼辦 沒有標準 碰到每一個人的標準就不一樣 在滿久被約談之前 他去上專訪那一個小時 我就說 我當場在現場聽 聽的時候覺得 怎麼前後兜不攏 錯誤擺出 實現也怪怪的 可是再聽第二次 再把紀錄下來的東西發現 真的就是超完美切歌 我跟洪一哥報告過嘛 那現在看起來 這個超美切歌檢察官是買單的 他的起訴書 剛才力宏哥跟大家念出來 他是憲總統於不義 那今天總統既然被憲於不義 他應該要指責這個人 對不對 可是我們也沒有喔 可是我 他一來沒有這樣講 二來派出左右護法 左邊說 陳格高尚我佩服 右邊還寫得這個高森對不對 居然被投石攻審 他把最親切的兩個人派出來 就跟他講說 你真的是 對不 所以對方就知道說 OK喔 總統 我跟大家報告最重要一點 即使起訴書寫的 是這樣歸面彈簧 我先講兩個 就是說 當然蠻有最希望的 就是黃世民沒有被起訴 那這樣最好啦 可是為什麼 這個機會是非常的渺茫 因為台北提前署的系統 是曾永福系統 所以曾永福竟然被人家處理成這樣 一定要對不對 而且 郭忠偉 我們可以義分填膺的 就法論法 就制度 對制度 不要再跟我講 動搖國本辦到底 我告訴你 以經濟學的效益來講 就是不可能 動搖國本還辦到底 這叫做不可能的事情 就像 愛你一萬年 白髮三千帳一樣 叫不可能 所以這個買單 這個超愛美切割 就是大家覺得 對這個社會是最好的一種 直學的一個方法 只能買單 他有瑕疵 我們也只能吞了 要不然你要這個事情 要演票到什麼程度 如果說 我這樣講對不對 就是大家為什麼買單 就是覺得這對國家社會的傷害 黃世民可以不要吞 如果說今天證據這麼確定 而台北提前署 還竟然不起訴 還用公益理由 我告訴你 是整個檢察署 人民是完全不信任的 所以這個傷害是更大的 所以我就說 所以他就變成兩害相權取其輕 我起訴了黃世民 但是我切割了馬英九這些人 你剛剛一話都這樣 這邊全部切割 就是把馬英九保住 沒錯 這對整個國家社會 是損失最少的 聯合報在禮拜六的報導 他特別點出來一個 你知道這個書寒 書類 其實檢察官已經寫好 但是在台北地檢署的檢察長 那些長官的桌上擺幾天 擺九天 這九天就很有學問 沒有啦 為什麼擺九天 總統其實有沒有罪 大家原判他是有罪 因為他把黃世民找來了 叫說 所以照理說那個起訴書要寫什麼 要寫說在總統卸任後 有關的責任再與追究 我現在要跟大家補充 其實就是這一點 大家就聽我講 起訴這樣寫 他完全站在總統的切割的劇本 都同意 可是總統他放心嗎 他不放心 因為我相信在2016年的5月20號那一天 一定會有民進黨的民意代表 去告發這個事情 要重啟調查 馬英九有沒有教唆 有沒有刺探偵查內容 8月31這一點的話 起訴書講得很清楚了 因為馬英九總統是被動的一方 是黃世民自己跑到官邸 所以要跟他報告 所以無罪 可是很明顯的 在9月1號就過了12點的 凌晨5分的時候 設定5分的時候 馬英九又打了電話過去說 你明天中午再來跟我吃飯 再講一次好了 那這個部分 為什麼起訴書當中不去追究呢 那這個一審的起訴書 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這個起訴書講的就是黃世民有罪 其他三個都沒有 他是確定馬英九是證人身份沒有轉被告 但是並不代表 有人講說不是 是因為他現在是總統 所以除了內亂萬患罪之外 沒有刑責 所以就不寫了 這個就是有魔物空間 以這個法界來看的話 目前這個起訴書是馬英九是無罪的 可是不代表在 2216年520那一天他卸任總統的身份之後 不能再去告發他的這個責任 所以我跟各位講 所以今天這整個過程非常重要 如果黃世民有罪 對馬英九卸任之後會被告發 而且要再糾纏的那個是對他不利的 他也會怕喔 所以現在他必須要用很多的系統 羅英學 羅志強 金卜聰 去挺黃世民 有你的親信嘛 那今天這個起訴的內容 的確他是 我剛才已經講 他是希望黃世民就是照理講的 他因為這是 按照憲法四十條不要被起訴 可是被起訴了嘛 被起訴了我也早就想到說 有起訴跟不起訴嘛 被起訴那一部分我就先切割 只有你沒有我 有兩點 第一個就是說 起訴書裡面講說 已經被洩漏的機密 不叫機密 然後怎麼可笑 但是他本質上面應該原然是秘密 我拿機密 馬英九也知道這是機密 結果黃世民拿來給馬英九 馬英九也知道這是機密 再拿給羅志強跟江儀 這就不算機密 因為已經總統知道 對這邏輯有問題 這個問題一定錯 第二點請各位放心 因為現在有100多個人告他 130個案子告黃世民 原告都沒有放棄 所以這個案子不是只有檢察官在查 是原告倒是可以提意見 你這個檢察官提的不對 所以原告還沒放棄 所以各位放心 如果不嫌棄的話 我們一起來參加 你看那個羅奇 今天假設說時期他有一個秘密 他交給我 我去賣給中共 我去賣給中共 現在就不是秘密了 如果是因為他洩漏給我 所以我有問題 所以是他有罪 但是你賣的沒有問題 但是我賣給中共我沒事 因為時期已經 就是到時期這邊已經不是秘密了 到你這邊已經不是秘密 已經我們兩個都知道 他就不是秘密 所以我再怎麼去賣 我賣國家機密都不是機密 如果台北地點署這種邏輯 能成立的話 那間諜罪都不用有罪了 就是他為了讓馬英九 可以完美切割 想出來一套不明其妙的邏輯 所以我要講 他想很久 你知道人家容易嗎 他沒有想很久啊 這是馬英九想出來的 你剛才講說 馬總統講說 本來希望他不要起訴 後來他起訴了 起訴了 現在又要說分有罪或者是沒罪 你看馬總統做到總統 不是睡不著 他現在在逢什麼 逢說我卸任之後不要用乖 對 他其實應該很 我說他很多人 沒有啦 他現在逢說 卸任之前他要拿多少位 鞋子 小事 找不到啊 我是覺得說 卸任之後至少有一件事 我可以確定 他也要長跑法院 我跟你講 你們真的太不了解我的好朋友 哪位 你的好朋友那麼多 我的好朋友是兩個 一個金武松 一個馬英九 你們想法跟... 他跟人不一樣 他跟人不一樣 根本就不是人 為什麼 他認為是你們都錯的 你們不喜歡我 你們都不懂什麼叫極品 所以他說 好把那個網撤掉 他以為那個藍血網撤掉 他就不是大家討厭的人 這個邏輯有問題 他的邏輯跟你跟我跟的 都不是一樣 我到現在為止 我很確定這個事情 他的想法跟我不一樣 所以你們都還說 睡不著 不好意思 很好睡 就算沒有周美琴 沒有 其實我覺得 做人就是人 他也沒有那麼偉大 我相信他還是睡不著 他很笨 他9%也是睡不著 來 我們先休息 因為他有太多事情 你幹得太多壞事了 你去查公司 有沒有吃安眠藥嗎 他從... 沒有 他從小吃 總統吃安眠藥 他先不會跟你說